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希望2023年 你平安 健康 这很重要 我不敢说万事如意 因为人人不可能 什么事情都如意 但希望你可以度过一切 而且迎接2023年 来看一下2023年 全球几个重要的趋势 第一个我们来看 美国这个国家 美国现在有两大趋势 本身是冲突的 第一个是反对移民 甚至是技术人才的移民 都审查越来越严格 而且这些技术人才 在美国的处境并不好 第二个他要制造业 回流美国 这两个趋势是冲突的 首先美国过去的技术移民 他是必须取得H1B的签证 那是由各公司 高科技公司提出申请 他的门槛并不高 就大学毕业 但是他也有这些公司 跨国公司愿意聘请你 你才可以取得H1B 过去最多取得H1B签证的 很多科技人才 是来自于印度 你就知道主要是 来自于软体行业等等 但是这几年的审查 越来越严格 而一个事实是最近 以Twitter跟Facebook Meta这两家公司 这个Twitter跟Meta 两家公司裁员 里头有350名 是刚好拿H1B的 甚至他们还在Twitter 或者他们个人的 其他的Facebook里头提到 他们最被裁员 就是因为他们是外来的公民 所以他们就马上 必须要进入到既有的职场 跟其他所有的 各种不同的工作里头 在几个月之内 要可以找到工作 因为一旦你失去了 现在的工作 根据美国的法律规定 你只能停留半年 半年里头 你没有找到工作 你必须离开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其实很容易 再没有办法找到工作 可是美国又要制造业 回流美国 以半导体是现在美国最需要的 但是美国由于过去 已经没有晶圆代工 晶圆代工主要的不是在台湾 就是在韩国 所以美国各个大 主要的大学科系里头 根据统计最主要的三大学校 是家属理工学院 Berkeley还有MIT 其他大多数的学校 只要是特别出色的学校 都已经没有半导体科系了 为什么 因为他在美国 没有就业的机会 他们已经不是半导体的 晶圆代工的公司了 他们做的是其他的 晶圆代工以上的 其他软体的公司 所以当然就没有 这一类型的科技的科系 在很多主要的大学里面 那么根据一个统计 目前半导体所需要的人才 是其他科系领域 其他一些重要的科技领域里头 他整个需求量很大 大到几乎是其他行业 人才需求是五倍 所以大家说台积电到美国去 他第一个面临的是缺工 就是基层要盖厂的缺工 美国这个部分的工人 现在也少 因为反对引物 成本大增将近是五到六倍左右 接着是缺人才 因为你现在呢 整个美国半导体的人才是严重不足 本土的是不足 那你如果从国外 你要找半导体的人才 他拿H1B 他的风险非常的高 那当然台积电可能不会裁员他 可是别的公司呢 你有怎么说 其他的人是不是愿意到美国去 愿意到台积电来上班 所以某程度来讲 半导体的人才 就是过去这么多年下来 因为他美国已经没有 半导体这个行业 他就是其他科技行业的 大概人才现在需求将近高达五倍以上 那这么大的一个人力的欠缺 他也没有因为说半导体 他觉得我的H1B呢 可以某个程度 让你有更好的一个空间 可以得到更大的一个保障 这是美国现在整个科技移民 又牵涉到科技裁员里头的一大困境 我想应该说是差不多桥丁老师 就是在同一个Arizona 同一个床子上面的Face 2 5奈米是Face 1 3奈米是Face 2 结束APEC领袖会议返国的台积电 创办人张忠谋预告 台积电将把电晶体密度更高 功耗更低的3奈米先进制程 带到美国亚利桑那州量产 拜登政府全力扶植半导体业本土化 在美国深耕扩大建造晶圆厂 以解决晶片短缺和依赖进口的问题 但却有另一个更深刻的难题 美国没有足够的高阶技术人才 加入半导体国家队 美国普查局的数据显示 半导体业对科学、工程、技术和数学科系 硕士以上学历的人才需求 是其他行业的5倍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报告指出 当今美国半导体面临最关键的问题是 人才短缺 regardless of how much money or how many fabs what's becoming apparent in certain places in the world is we have a talent drought right there's even a value chain of people in the fabs all the way from designing it all the way to the end of getting rid of the chemicals we are concerned that we'll transition from supply shortage to talent shortage right and because all of these fabs coming online investment in the semi-conductor whether it's manufacturing or design and also a lot of OEMs some of them are designing their own chips they are trying to do more in the chips themselves so there's a need for talent and it's increasing exponentially 雪上加霜的是 美国科技业的裁員潮 将更让外国人才打退堂股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immigrant that comes to America and gets a highly competitive job you know expecting to be let go from it and have to leave the country their apartment their lives their girlfriends and boyfriends and friends 60 days that's the amount of time an immigrant worker on what's called an H-1B visa has to find another job or leave the country 美国科技业之所以兴盛 部分要归功于引进海外专业人才 而科技业聘用海外人才 最爱用的是H-1B专业技术人士工作签证 美国每年限制最多发出8.5万张H-1B签证 2021年7成H-1B签证 发给电脑相关职业的专业人才 近年来科学技术和工程高阶人才短缺下 H-1B签证需求更是激增 美国公民及移民局已收到48.3万份 申请2023财政年度份额的签证 比2022增加57% 但这些外国人才 需要美国雇主担保 才能申请H-1B签证入美 一旦丢掉工作 从离职日算起 仅有60天的时间 找到下一位雇主担保申请签证 否则就得收拾行囊归国 这些外国员工不少举家搬迁 长期在美国生活 同时申请永久居留权 没了工作签证 不仅丧失留美资格 也让他们追寻的美国梦更难实现 而且美国科技业进入不稳定的低谷期 缺乏长期安定工作的诱因 将难以吸引海外人才赴美工作 对美国半导体业打击将更大 美国普查局数据显示 2015到2019年统计 半导体业拼用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科系博士学位的员工 75%都是在海外出生 硕士学位的60%来自海外 半导体业对外国理工科 硕博士人才的依赖度 是其他产业的9倍以上 高度依赖海外高阶人才 美国半导体 当然也积极拓展国内的专业人才培育 美国半导体业将短缺30万名工程师 和9万名专业技术人员 而且全球半导体业2021年总营收达5900亿美元 估计到2030年全球总业绩 还将成长6%到8% 届时将需新进超过100万名高阶技术人才 相当于全球半导体业 每年需新增10万名专业技术人才 美国也将面临更激烈的人才抢夺大战 中短期来看招募有实物经验的国际人才 有助美国新建的晶圆厂更快上线运转 但长期来说美国半导体要健全 还是要靠国内培育出更多高等理工人才 目前美国半导体产量仅占全球市场的一成 光是扩充美国本土晶圆厂 但根本的人才枯竭问题未解决 恐连1990年代美国占全球半导体业 四成份额的荣进都难以重现 胡遥 胡遥